在苗栗公館的黄昏市场中 有一间教会随时欢迎客家乡亲聚集同乐 五年前在上帝的带领下 由台中牧义堂在公馆设立实体教会 管服牧义堂 华语主日在福星村中山堂 客语主日就设在公民市场中 每周两地约近50人稳定聚会 因为这是无强的教会 很多人过来这里会知道说 这里有教会就会进来 虽然我们的物质的环境条件没有那么好 里面充满上帝的爱 因为我们人数也不多 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的关怀 旁边市场其实他们也习惯我们的聚会 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有一群人在这边聚会 在这边赞美 2009年台中牧义堂鱼金堂牧师在睡梦中 有个深如红中的话语告诉他 有他去向客家乡亲传福音 他发动弟兄姐妹组成客家回家团队 在乡亲聚集处如庙口 大树下市场旁传福音 这把父亲的火随着客家弟兄姐妹的热情 开始传进公馆松软客家地图 上帝就给我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后来慢慢变成策略了 我想说就是取一个名字叫做客家回家 希望我们能够来到客家的村庄当中 带领客家人回天家 不要在地上为客而已 要回天家 第二个就是都市的客家乡亲 已经是基督徒 是不是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庄家乡 用客家的母语跟我们在 还在客家地区生活的客家的乡亲 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给客家不是很容易 那我们客家的弟兄他告诉我 看到那些信耶稣的很基层的人 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第二个他们在想说 你们从老远的台中过来 这么多人福音队最多的时候 大概将近30个人 而且每个礼拜来传福音 来关心我们 我感觉到你们有神的爱 所以他们就开始 把上帝的话听进去了 教会不需要豪华 不需要漂亮 要有温馨感人的就好了 我受洗以后还介绍 我一个好朋友进来受洗 因为他们都觉得 配你做受洗以后好像变一个人 甜比较有笑容 当上帝的爱降落 勤肯的客家弟兄姐妹 也以他们的方式回应这份爱 以上是各TV新闻中心苗栗采访报导 您们的家里 factions 很高兴 最后馆感人的爱 您 cinq 欢迎订阅 我们下车 欢迎订阅 对我给你 对我 亲 感谢观看